大家好,我是Lisa姐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著名的湖谷铁路小径 顾名思义,它是在废弃的铁路的基础上修建的 通常被人们称为KVR 湖谷铁路开通于1915年 曾经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一部分 全长500公里 主要路线在Hope、希望市和Midway中古岛之间 当时,它服务于迅速发展的采矿业和林业 在湖谷铁路的使用期间 当山洪、雪崩或者岩石滑坡发生时 穿过Freezer峡谷的主线会关闭 它曾多次被充当为第二条主线 1957年由于铜矿的关闭 第一条铜山直线被废弃 1973年5月,从中途岛到彭提克顿 包括著名的麦拉峡谷段 所有的服务停止 并在1979至1980年间被拆除 其后随着卡车运输业的发展 1989年3月,这条铁路彻底停止服务 1990年,虽然湖谷铁路最终被放弃 但这条已经很平坦的路线 迅速吸引了很多渴望探索这片山区的 徒步旅行者和自行车手 其后省政府购买了湖谷铁路走廊 并修复了桥梁和直下 湖谷铁路小径最受欢迎的是 穿越麦拉峡谷的部分 位于科罗纳南部 需要18个木桥和两个隧道 才能跨越深峡谷 铁路的这一部分被指定为 2002年加拿大的国家历史遗址 但是2003年臭名昭著的 奥坎纳德蒙森林大火 烧毁了其中14座木桥 两个金属桥的桥梁甲板 也在大火中被烧毁 其后省政府对其进行了修复 两条路中有两段比较难 一段是从Hoff沿着五号路的 Cokehalla段 不到70公里要爬坡1000多米 其中Othello隧道非常著名 但是去年被洪水冲毁了很多路段 目前处于关闭状态 第二段是从Pantayton到Shot Lake 50公里的距离要爬坡900多米 Lisa姐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尝试从Prinston骑到Toolamine 然后在Toolamine露营 这段路有20多公里 南渡为两颗星 结果到那一看 到处都是被洪水冲垮的桥梁和道路 听当地人讲有12处之多 可想而知 无功而返 而且这段道路 现在也是关闭状态 另外还有一条 从Pantayton到Othello's的支县 封建也很好 单程50公里 达坡高度500米 难度为两颗星 这条线上还有BC省难得一见的 沙漠风光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到你 还等什么呢 赶快开始你的探险之旅吧 3 感谢观看